互动新主播热榜我来说 说10月7日江苏南京 一名男子驾驶电动车摔倒了 因为这没带头盔陷入了昏迷 这时候就在隔壁理发店里染发的女医生 立刻冲了出来 哎呀各位请看啊 这还顶着一头染发剂呢 这是立马就参与了施救 与此同时呢大家也拨打了120急救电话 顺利将男子送往医院 路见危急一声吼 该出手时就出手 谢谢我们的白衣天使